Focus Guide的部分呢 你要加入超連結要怎麼做 它的做法跟我們一般 PowerPoint裡面的做法比較不一樣 我們PowerPoint或者一般我們的想法都是針對什麼 物件本身 針對物件本身去做超連結 比如說我點到這個字 點到這個圖 那我就去做超連結 在Focus Guide裡面呢 它的超連結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來你看一下 它在右手邊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鏈子 在我們右手邊的工具 角色的下面有個鏈子就是這個 這就是超連結 它的做法比較像是網頁裡面的 叫做影像地圖的概念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做過那個網頁的部分 你們好幸福喔 都已經超過那個以前 老師自己做教材要變成做成網頁那個 好 你點到這裡之後呢 它的超連結方法 就是你去框一個範圍 被它框住的那個地方 就是變超連結 所以就好像說我們在Google上面有一個地圖 我就點一下 點哪裡 它就連到哪裡去那個概念 它並不是針對物件本身 所以我可能 也許我這樣同時框住兩個 這兩個就有超連結 老師了解意思嗎 好 所以呢 你這樣連結之後呢 你就把它的 你要連結到哪裡 告訴它你是要連網頁的 還是要連路徑 欸什麼是路徑 在PowerPoint裡面稱作投影片 PowerPoint裡面可不可以 第一張投影片就跳到第五張 第十張 可以 因為老師進到Focus看有沒有覺得 左手邊很熟悉 很熟悉嘛 是不是跟PowerPoint一樣 只不過這裡稱作路徑 不叫做投影片 好 這個地方 所以呢 你如果是網頁的連結 就這樣這樣 也可以連結到檔案 也可以連到資料夾 所以呢 我如果是網頁連結 把它 這個超連結給它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裡有個 超連結 我就把它貼上去 在這裡 好 就連到這邊來 那麼我預覽的時候 我要過來有沒有 就變成熟了 有沒有 在這個機塊就變成熟 它就有超連結的那個效果 就有超連結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 Focus在裡面 它比較特殊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紅紅的 很干擾人 你可以把它的透明度降低 在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透明度 這邊透明度 只是你在編輯的時候 看到那個情形 跟真正出去是沒有差的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紅色 其實它只是變成熟 所以並不影響到你真正的那個圖像 這樣了解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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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